一个就是拜登要退选了吧 你觉得他几率有多少 大概80吗90吗 退选的几率 因为你看到所有的指标性人物 都叫他退 裴洛西啊对不对 欧巴马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谁这个 川普 耳朵的照片帮我准备一下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嗨一下好了 在枪劫案之后呢 这个他在共和党大会当中公开演说 谈到了当时枪击的经验啊 感谢上帝啊 不想再来一次啊等等 那也两次谈到了台湾 他怎么说呢 战火正在欧洲还有中东肆虐 越来越多冲突笼罩三个地方 台湾 北韩 菲律宾 当然还有整个亚洲 我们的星球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因为武器呢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 中国正在包围台湾 美国史上最糟糕的示威总统啊 所造成的伤害也加起来都不及拜登 然后他现在的标志 就是诱饵上的那一大块纱布嘛 所以我们不是讨论过嘛 大陆网友都在说 这个纱布包的比实验 比这个实习生还不如啊 来导播图给大家看一下 但就是这个纱布 现在造成了大流行 你看到没有 在这个共和党大会当中 每个人的诱饵 全部包了纱布 这是听到丽将军的建议吗 丽将军说嘴应该是耳环嘛 对 一个洞挂一个国籍 耳环来不及做你知道吗 先贴纱布比较快 所以每个人的耳朵 你就看到就有这个一致性 川普在中间 要跟大家kiss一下 看到大家耳朵上满满的纱布 好高兴 有人还在纱布上写什么 我爱川普啊的一些字样等等 先走在路上看到 如果说包着纱布的 好 那应该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这是目前为止 在这个选举镜头当中 非常火的一张这个照片 集锦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川普的副手嘛 好 川普的副手 范斯当然也是个民粹主义者 然后他讲了一番谈话 他说什么呢 不过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被选为副手人选 他说英国工党领导之下 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真正永和的伊斯兰国家 这个话让英国极为火大 惊动了英国的副首相 把这个范斯骂了一顿 我特别要讲 我觉得拜登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好像就明天吧 就算周末了 他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宣布退选了 会吧 听过礼拜天要宣布 对啊 除了说是 我们看到 确定了吗 民主党的这些大佬 应该是会吧 不过现在媒体传出来 都是礼拜天要做专辑 然后包括到 对不对 欧巴马 或者是说 培洛西啊 这些大佬籍都叫他退选了 那最后有一个人叫他退选了 给他一个台阶下 这个人是上帝 上帝给他一个台阶了 他得了这种COVID-19 因为得了COVID-19 他刚好明着眼睛说 我身体不行 因为我得了COVID-19了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刚好上帝给他这个台阶 他最好是自己 就胜着这个台阶就下来 因为现在很明显 如果说你在竞争的话 然后川普因为这件枪击案 身世大涨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个拜登 你不管现在换谁 可能都赢不了川普 川普这个胜选 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已经是摆上钉钉了 因为现在来讲 民主党我们知道 政签换要 所以剩下这个时间 对于这个民主党来讲 叫垃圾时间是吧 对垃圾时间 而且这垃圾还很难过 对不对 你先换贺锦丽 但呼声最高的 现在是贺锦丽 也比较民政言顺 就副总统直接扶政 可是贺锦丽 大家之前对她很多的评论 认为说 她没有实际上面 一个从政的经验 那蜜雪儿也是本来 这个呼声很高 可是她从来没有 在政坛待过 那纽森这些人 目前也都没有表态 所以我觉得说是 民主党可能很聪明的 看出来 像纽森他们这种目标 就放在四年之后 我这时候不要来 这个跟你川普 硬碰硬 强碰强 我没有胜算 可是四年之后 你川普不能选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 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反而四年之后 我能够当选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这时候我相信 女生或者是这些有机会的 真的有实力的人 不会在这个时候 强碰川普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次民主党来讲的话 可能就让贺锦丽 出来当一个带打 就牺牲打 平常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牺牲打 我总是民主党 要推派一个候选人出来 那推出来的人 又当选不了 那我就不要拿出 我强棒出来 我都在想 那像贺锦丽 出来选 那她的副手搭档会是谁 这个其实 很难搭 蛮难搭的 会不会是蜜血儿 不可能 但是我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川普讲 后面讲那几句话 他说现在面临 世界大战的一个边缘 我觉得这句话 反而是蛮真诚的一句话 到现在为止 拜登确实是 在执政这四年之中 我觉得 这个有关于俄乌战争 就是拜登挑起了 你那时候不是去拱乌克兰 加入北约来讲的话 其实这场恶战争 不见得能够打起 川普的立场大家都知道 是个范色 大家比较陌生 你怎么看待 这个还没正式被挑为 这个副手人选 一句话就惹毛了英国 英国副手上的出来讲话 因为英国来讲的话 他原来在这个保守党执政的时候 他其实是比较有这个移民政策 这也有他的这种 所以很多的这种回教 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来讲 有到英国去 然后在英国里面 他们也有一些 这个政治的一些地位 所以英国有何指代 是本来就已经有的 但是我觉得范斯讲这种话 很明显就是一个民粹主义 他自己本身可能 那以后他可能这句话 会收回来不讲 他如果美国来讲 跟英国必须还是要结盟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比较没有那种 他就可以为所欲言 可以讲一些民粹性的话 然后希望挑拨 激起自己的选票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说 现在身为一个候选人以后 他这句话应该会收回 而且以后也不至于再讲这种话 李将军你觉得呢 这个川普加范斯 然后看起来这个 八件事故心茫茫 这个选举到11月好看吗 其实我觉得已经定案了 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看 但是关键是说 以后的世界会怎么样一个发展 反而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现在来讲的话 比如说在金融政策 他们两个都很赞成 弱势美元的政策 那美国会不会因此 更造成它通膨 而且是停滞性的通膨 有没有这种可能 各方面 就川普有选项的话 这个明年初就职 这个明年开始就不得了 世界 而且他把这个乌克兰来讲 很明显他就是结束俄乌战争 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病例抽回来 把这精力抽回来 把这金钱抽回来 然后就对付中国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说他对全世界的交易 就开始了 来 那我自从用这台电脑之后 因为你的节目通常都是 我最后一个节目 所以我每次都要充电 你们看我现在 行动电源没带了吗 贵吗 贵吗 才四万多台币 哇 宣布短小 对啊 好羡慕 看起来好薄 非常薄 高阶的 而且他内建了大陆所有的人工智能 他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建 有一个人工智能建 对对对 你可以 不是这不是建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叫出来 所以亮哥的资料库 现在要建档更容易 大陆的部分 大陆的部分 这个亮哥开箱 华为要给点广告费 亮哥你会想去吗 这个我好想去 这个他的全球最大研发中心完工了 在上海 那当然很多人讲 怎么没有在深圳呢 深圳上海在抢 那很大 两千四百亩 然后这个投资超过百亿人民币 我今天看了好多照片 稍后大家在中间框可以看得到 有小火车啊等等 某一看有点像迪士尼 你知道吗 很像迪士尼的概念 当然不是城堡啦 但是你看到 中间有湖啊 有河啊 一栋一栋独立的啦 还有企业办公 研发中心 技术孵化 然后有道路 有小火车 有高价利交桥等等 还有这个什么月亮桥 彩虹桥 拱桥 然后规模比苹果 苹果总部大家知道吗 也是一样很不得了 还有微软西雅图 总部都要来得大 那另一头呢 它在校园招新的这个 招 招年轻人的薪资也曝光了 这个在大陆网上引发了热议 多少钱呢 稍后在大家在框里面看得到 不过大陆很多新创的 其实薪水都蛮高 看起来比台湾刚刚毕业的 年轻人是高很多 亮哥怎么看待这个全球 最大的研发中心 不过它大概要到九月才会 才会正式开始 它这个投资了100亿人民币 那就是研发中心啊 叫炼秋湖这个研发中心 事实上是2021年九月就规划好 总面积是2600英亩 相当大啦 可以容纳3.5万人 大概拥有四万间办公室 四万间什么概念啊 它就是研发中心 那这么大的研发中心 真的没有见过啦 本来它那个公管可能是制造 那这个研发中心 不知道它这个地方是不是 允许参访可能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亮哥组团一下 没有我上次去应该时间来不及 那它说会 包括通讯技术 无线通讯技术 晶片 智慧手机 汽车的研发都放在这里 那 这个 可能还会开发 那光刻机的设备 哦 是哦 对 也在这里 所以我估计应该是 比较敏感啊 它可能不会随便给人家看 那 反正它的 本来它的研发预算就非常高嘛 它事实上占它的总销售量 大概有23.4% 是研发预算 这个大概在中国大陆是第一的啦 这个 所以就需要这么大的部门 对 表示它真的就是技术导向的 那它 我觉得它在研发出什么样的新的产品 我们都很难预测 因为它集中了 无线通讯 晶片 智慧手机 汽车 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人才 那会 因为发挥了综合效用 然后会什么样的产品 比如说我 我秀我这台电脑给人家看 那很多人真的是 真的不知道 因为在台湾的人真的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很惊讶说 可以做到九十九百八十公克的电脑 真的有所有的 其他电脑的功能吗 比如说我原来那个是微软的电脑 那也是高交级的电脑 比这个还贵啊 那 它大概要一千三百公克 就整整少了三百多公克 然后 续航力你也输人家 我现在是使用起来了 画面的清晰度 我觉得每一个指标 它都输它 这当然人家就会好奇 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当然我是不可能去猜它 你知道吗 因为有的人就说 这个是用什么材质 我听说他公司材质 为了要减重 就试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 那很多东西要做小 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才应该是 各式各样 因为坦白说做笔电 做手机 同时都做到一定的程度的公司 真的很少 对 一家无法定义的公司 而且我跟你赌 它的餐食一定很棒 这等到它正式开始运营之后 应该会有更多的细节 好来各位观众 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这个月供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去世 刚刚传出来的最新消息 他这个小年是80岁 目前收到的最新的一个讯息 从2011年开始担任 这个月供中央总书记至今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卉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卤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卉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